想看阿末女裝說阿末你好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有一個好心人在抖音發了一個阿婆的視頻 阿婆和流浪大叔相依為命 靠撿垃圾度過了很多年 在幫他們找到家人後 阿婆為了大叔不肯回家 寧願風餐露宿 撿垃圾過火 他說他過得很開心 而大叔找到家人後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婆一路挽留 最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好心的人善舉讓他從幸福變得一無所有 這個故事裡的每個人都沒有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堅持 阿婆放不下大叔 大叔對家的思念 拍攝者一路跟隨幫助的好心 可是為什麼結局會變這樣 如果結局無法圓滿 是不是一開頭就不要開始比較好 我跟你說 這就是人生 你知道人生 我自己覺得最好玩的地方就在於 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期待他變好 可是他也有可能不好 不好也是一種經歷 我們如何度過這個不好 如何在度過不好之後 享受甜美的果實 這個就是人生啊 我從來也沒想過 我有一天會住在這裡開直播 你們懂嗎 我剛開始住來做視頻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有人來找我直播 我還問他們說 嗯?有人在看直播嗎? 幹結果三年後我在這裡開直播 這個就是人生 我講這個用意只是跟你說 這個你說的什麼 阿婆跟流浪大叔相亦為命 他們可能一時之間過得很快樂 但對他們的人生而言 他們本來就沒有辦法預期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大叔是回家 所以離開阿婆 就算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大叔有沒有可能 因為別的事情而離開這個阿婆 都是有可能的 只是我們自己習慣去帶入一些情緒 就是喔 是因為可能別人幫阿婆找到了家 造成他們分離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結局叫做圓滿的 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不斷的去看看 明天會發生什麼更好的事情 不好就度過 我想要用你這個故事 回應給其他常常問我說 阿莫 我的朋友的女朋友 背著他搞外遇 我要不要告訴我的朋友 為什麼我總是說不要 因為就跟你這個故事裡發生的狀況一樣 路人覺得 他們是好心幫助阿婆 但是對阿婆而言 這些好心 都變成了一股邪惡 所以 我可能會想想 但是我不會真的 就去用我的意念去 覺得我幫別人做什麼是對他好 因為 沒有什麼叫做 真的是對別人好的 當你想著要為別人好的時候 十之八九 你都是為你自己好啊 是不是很多電影都是這樣 我們應該看過吧 男主角總是覺得 這樣子做對女主角比較好 所以我得了癌症我就要跟你分手 因為我覺得跟我分手你比較不會痛苦 所以這個不就是自以為嗎 我以為我為你好 然後呢 沒有啊 我覺得所有的為你好都是為自己好啊 小阿說 阿莫你好 我其實是一個特別內向的人 自己不太會主動跟人交朋友 現在的生活在國外沒有圈子 也不知道怎麼結交新朋友 交友軟體我已經放棄了 都是約炮的 平時忙著工作爭錢 也沒有時間培養興趣愛好 所以要怎麼辦 其實就算有興趣愛好感覺 也不知道怎麼跟人交朋友 你說你平常忙著工作爭錢 沒有時間培養興趣愛好 那你平時忙著工作爭錢 你有時間交朋友嗎 假設交一個朋友 每天必須投入30分鐘 在這個朋友身上 你有這個時間嗎 你們有的人 會交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很個人爽的 就是 我認為的朋友就是 我想要抱怨 我想要訴苦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找一個人 然後他就會跳出來 把時間留給我 聽我抱怨 就這樣 那你平常有花時間在這個人身上 培養跟這個人的感情嗎 如果沒有的話 憑什麼要求對方可以在你難過傷心的時候 馬上就跳出來 好 那假設 你也願意花時間去培養 經營一段友情 那你先回答我啊 你忙著工作 連興趣愛好都沒辦法培養了 你要拿什麼時間去交朋友啊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先一天抽出30分鐘 或一個小時 好不好 那你說抽出來了之後呢 抽出來了之後 你就可以去找一個興趣或嗜好去做 然後你就會在那件事情上面遇到朋友了 對不對 譬如說你去學插花 很多黃金單身美少女 都會去學插花 培養氣質 那你就可以也去插個花 那你跟這些人一起上課 上久了 你就可以請教他們這個花怎麼插啊 花插久了 你也可以請教他別的東西怎麼插啊 對不對 這樣你就交到朋友了啊 是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要先踏出去做啊 先把時間空出來吧 大哥 不愛穿褲頭說 阿末我是一個初三的學生 由於要中考 所以班上的同學都在發奮學習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玩 喜歡打遊戲 喜歡看視頻 總不能堅持好好學習 成績也不是很好 我該怎麼辦 別人喜歡學習 你喜歡玩 就各自做喜歡的事情 沒問題啊 還是你的問題是說 你想要如何好好學習 那就不要玩啊 還是你想要玩 又想要好好學習 不行啊 你的時間只有一份啊 還是你只想要好好玩 不想要學習 但是想要好成績 那你可以去 買一張桌子 這個秘密 我只跟兩個人說過 買一張什麼樣的桌子 你知道吧 買一張 有搓屁的桌子 然後你每天就走在這個搓屁前面 有一天 就會有人從搓屁裡面 跳出來跟你說 耶耶 你這個廢物 為了避免你以後變成廢物 我決定給你一隻 藍色機器人 那這個藍色機器人 他有一個次元口袋 裡面可以拿出各種神奇的道具 你就可以叫他拿出一些 記憶吐司之類的東西給你吃 這樣你就可以 不讀書也得到好成績 好不好 再來是李家圖 阿摩我快過年了 可是我沒有存到錢 我想回去 但是不敢回去 我怕回去之後 爸媽說這說那的 我該怎麼辦 那就不要回去啊 但是你又想回去 那你想回去 你就給他們說一下嘛 我跟你說啊 不要把爸媽當成敵人 我有的時候也會犯這樣的錯 所以我才會 想要跟你們分享 不要把他們當敵人 因為 爸媽說這說那 其實就是關心 你可以反過來 先發自人 先跟他們說 把他們擔心的事情 講出來跟他們聊啊 你可以一坐下來 就問你爸說 爸 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賺不到錢 是怎麼取勞媽的啊 或者是問你媽說 那你以前第一份工作 是怎麼找的 我都找不到 然後先哭給他們看 呵呵 我真是太沒用了 先捶打自己的 小熊熊 呵呵呵 我真是不笑 孩兒不笑啊 有沒有 先發自人 讓他們說不出話來 給你參考啊 我好 我好 是 你 感谢观看